大家好,今天是11月14号,周二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大盘是暴涨 这个稻球涨了520点 纳指走了348点 标普涨了88点 这个小盘股涨了5.47%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PI呢 今天是非常的出人意外的利好 其实呢,我已经昨天呢 已经告诉大家,告诉我们的会员呢 这个大盘要涨 然后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核心通胀的数据呢 是两年以来的最低 我们看这张图 就是说这个CPI它在拐头之后呢 再度拐头 那说明这个通胀呢,可能有减压了 这个造成美元的暴跌 然后美股的暴涨 十年利率大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通胀里面的一些数据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呢 由于最近的油价的一个大幅下滑呢 造成了,其实如果是 头条这个通胀数据呢 减掉这个能源价格 因为能源价格你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最近的这个下滑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 我们都知道这个油价从92块钱一路下跌 今天已经在70多块钱左右 所以这个非核心CPI就是头条CPI是低于预期 那么核心CPI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房租的价格呢 是微微的 是应该说下跌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一个比较出华尔街意外的呢 是这个新车这个数据是出现了负的0.1的一个增长 二手车呢是继续的下跌 上个月呢是贡献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 2.5% 今天是这个月呢继续下跌0.8% 那么其他的微微有所抬升 比如说这个交通这个交通费呀 微微的上涨 Medicare这个没有变化 房租呢是从0.6直接腰涨0.3% 增长0.6腰涨到0.3左右 所以这个数据呢造成了今天这个美股的一个大涨 很多人呢说这个不要去赌数据啊 其实呢昨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大盘呢 这个如果说这个大阳线啊 你看这一根大阳线就是因为这个数据出来以后 然后呢咱们高开高阻一路突破了4500点啊 这个点位 然后收盘呢收在4500点左右 那么这个盘怎么去操作啊 因为上周呢我跟大家也也讲过啊 比如说我们如果上看QQQ的话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三角形扩张三角形突破 对吧今天又是一个调控 然后横盘是吧 基本上是个横盘走势 所以这个一二三四五走五浪 我们这个很难去 说这个大盘什么时候见顶啊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QQQ呢 已经接近了七月份的这个高点 啊这个高点呢 七月份的这个高点呢 也就是接近历史新高的 一步之遥啊 那现在市场非常的兴奋啊 狂欢啊 是吧 那么因为大家觉得 大家觉得这个 美国终于把通胀打下来了 十年国债利率现在已经跌于4.5了 美元暴跌 是吧 那么这个创新高啊 指日可待 那么下周二呢 还有这个 NVIDIA的业绩 我们还有这个明天呢 还有零售数据 这也是市场非常关注的 还有PPI的数据 啊 所以明天的八点半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日 啊 那么这个这个盘呢 也就是说 呃 我个人觉得 我们会不会走 这个一二三开始回调 因为十一月十六号呢 也就是啊 周三 周四是吧 周四的话 我们是迎来时间之窗 那么明天会不会再爆拉以后呢 时间之窗开始往下走 因为我们这一波呢 已经涨了非常非常多了 是吧 所以这一波呢 一定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那么特斯拉呢 昨天有朋友在留言 他说老王你做得很好啊 买了补涨 对吧 我昨天呢 原来也和准备和大家开开 分析特斯拉的会议的结果啊 特斯拉的这个 分析师的报告啊 一些文章啊 但是我后来就放弃了啊 因为我觉得 不要给大家一种错觉 好像特斯拉还会跌啊 其实特斯拉站在这儿呢 应该走240 但是特斯拉还是一个比较 疲软的一只股票 今天这个NVIDIA走得不大好 虽然它接近500块钱 但是从K线来讲的话 它这根日K线呢 走得太难看了 掉人的形态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呢 大家应该考虑获利回头 下周二呢 它要报业期 那么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我在昨天啊 做的一个 做的这些这个给大家提醒啊 是吧 我跟大家昨天就跟大家讲 我昨天就跟大家讲 这是我昨天说的啊 大家看一下时间 1.08分 这个我的时间啊 我跟大家讲 怎么说 我认为明天突然数据应该是利好 标普是四浪回调 再加双底面临紧线突破 是吧 咱们今天直接把这个干掉 昨天晚上呢 咱们就开始做了啊 因为 还有一件事情 跟大家讲一下 我昨天呢 在社交媒体 通过一些朋友的介绍呢 发现了一个APEX账号 拿到100万 110万美金的这个交易员 昨天晚上我和他联系上了 也进了他的股票群 他将在1月3号呢 拿到分红 大概在66万左右 因为他的税呢 可能在30%到40%左右 因为100万美金嘛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也会在这里做直播 昨天晚上呢 这是他的分红 113万 然后呢 我昨天和他聊啊 他是08年入市 今年38岁 非常谦虚的一个哥们 昨天他喊单了啊 我也在这里喊单 我说这个哥们 他昨天说 我个人在东部时间8点37分 昨天晚上NQ看多头 他能够拿得住啊 这是他昨天卖掉的一些仓位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如果大家看想看直播的话 欢迎大家啊 除了我的老王啊 我们呢 这个团队呢 现在非常好 大家大部分都已经过关了啊 像我的话 哎呀 我关掉了啊 我还有90块钱 还有一个2万 其他的账号也在不断的成长啊 所以呢 加老王的微信 Chinesefe2022 除了我给大家 我的交易的 这个喊单 我还会把这个100万利润 因为在APEX公司里面 只有三个人 只有两个人拿过 100万美金的风头 当然5万4万 这种很多很多 是吧 还有一个70万的 所以呢 这个高手呢 他说他要拿利润 拿到一般人 是反人性的这种程度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 那么因为他现在下周做直播 他不想让APEX知道 所以通过一些个别的交流群 那么如果想看直播的朋友 想赚100万美金以上 或者想赚大利润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加微信 Chinesefe2022 或者打8009588561 我们的客服呢 会教大家怎么样去做这个 股指期货 他也做原油 但是主要是做股指期货 因为现在个股来讲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波动 非常boring 好吧 欢迎大家加盟我们的股票群 谢谢大家 拜拜